有一种爱,叫今生一见,却一生想念,有一种情,叫只能坚守,却不敢打扰,人世间的爱,最折磨人的不是别离,而是还没有开始,就已经悄悄结束,相爱却只能别离,无奈又心痛,你最爱的,往往没有选择你,最爱你的,往往不是你最爱的人,到最后,爱与不爱,都只能去思念,打败爱情的。 除了时间,还有现实,谈恋爱的时候,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,你请我对就行,可是到最后,发现门不到,互不对后,最终却无缘在一起,世上,没有什么比爱而不得,不能相守,更加让人痛苦的事情了吧,有很多父母,不愿意孩子嫁给没车没房没存款的人,最终不得不选择分手。 恋爱,虽然是两个人的事,但结婚,却关系到两个家庭,就算在相爱的人,也不能改变这个最终的现实,缘分,是来之不易的,两个人能走到一起真的很难得。 我希望相爱的人,可以克服一切难题,嫁给爱情,人世间有多少爱,能够生死白头,人生也有多少情,可以地久坚长。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,就应该说出来,不要的原本可以美好的结局,变成一个遗憾的故事。 相爱的人,却不能相守,做不成夫妻,还要彼此深深眷恋,是多么的心痛? 这种感觉,比渐渐两个人感情变淡而分手,要难受得多,因为现实而分开,因为相爱而牵扯,因为牵扯而不舍,因为思念而心痛。 把这份没有结果的爱,变成一生中最甜最美的遗憾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